敏敏 跟能受挫的高成就者 哪個比較快樂、比較幸福 因為我之前常常在帶這個大專青年的志工 他們常常會去做一些海外的志工 到泰國、緬甸、那邊有些華僑 然後去幫助他們做一些教育的志工等等 他們回來都會跟我們分享 或跟我們討論一些事情 最常遇到的一個困境 或者是應該說他們去做這個服務 然後得到一些啟發 他們說 老師我都覺得 會很懷疑 到底我們需不需要去服務那些貧窮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老遠跑過去 然後去服務他們這樣子 可是他們每個人每天都過得很快樂 都笑嘻嘻的 然後都非常開朗、非常活潑這樣子 他跟我們有說有笑的這樣子 我想到他們每天都過得這麼快樂 再回想一下我們自己在台灣 我看到了我們做到的一些同學也好 然後家長啦 家裡、爸爸媽媽 然後這些認識的叔叔 阿姨伯伯啦 上班族啦 這些人 他們每天有像他們那麼快樂嗎? 沒有欸 我們過得比較痛苦欸 他們每天都好快樂喔 所以應該是他們要來服務我們才對阿 怎麼是我們要去服務他們呢? 欸雖然他們每天都過得很快樂 但是 如果要我把幸福這兩個字套在他們身上 我又覺得不太合適 為什麼? 因為他們呢非常的貧窮 喔 幾乎都沒有東西吃 譬如說非洲這種貧窮的國家 一天都吃不到一餐 那那餐是吃什麼? 那餐是吃喔 美國的實戰團體送來的一種粉末的東西 然後把它泡到水裡面 然後我們要拿哥哥這樣子 像我們的嬰兒的副食品這樣子 就吃一餐就吃這個 欸有時候還不夠 有時候分到最後不夠了 那個還要四五個人吃同一盤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房子也不一定有地方住 然後地方又沒有墊也沒有水 水都不乾淨 喝了那個水都有寄生蟲 阿蚊子都會得虐疾 然後呢等等的 那每個都受到皮包補 這種情況下 你有辦法把幸福這樣 可是難得形容他們嗎? 好像很難耶 欸可是他們每天都笑得滿面耶 很多在貧窮的國家 這些非常貧窮的人 你去看他們的笑容呢 絕對都比都市裡面這些呢 社經地位比較高 然後呢這個成就比較高 賺比較多錢 物質比較豐富的人 還要快樂 那請問你 你覺得這些非常貧窮的 但是他很快樂很樂天的這些人 比較幸福 還是 這些呢賺的錢很多 也有房子住 然後呢也不會餓死 衣服也都穿得很溫暖 可是呢他覺得他不快樂 他可能覺得他人生沒有意義 然後呢每天要被老闆罵 做工作也不是他喜歡的 然後怎麼樣 人際關係有什麼衝突 這兩個人到底誰比較幸福 問題在這裡 你到底是用這一個方法來檢視他們 還是用這一個來檢視他們 這些快樂的平民呢 他們為什麼都比較樂天呢 這是我們人的心裡的一種防衛機制 因為他缺乏了一種東西叫做 經濟學家講的叫做觸動力 所謂觸動力就是一種資源 一種動機一種能力 然後呢一種這個知識一種能力 可以幫助他去追求人生的目標跟人生的意義 然後追求更高的成就 我們要追求更高成就 我們都需要很多能力嘛 很多知識嘛 很多的這個動機嘛 然後希望啊 然後這個資源啊 包括物質方面的資源 可是因為他們沒有這些東西 他們也沒辦法得到 就是他們要受教育 然後地方可以受 沒有嘛 你們地方可以學嘛 他也沒有錢嘛 吃都吃不飽了 怎麼會有錢呢 那他們有動機嗎 他們也沒有動機 他可能連外在的 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人可以 有成就到什麼地步 然後他也不覺得 他可以脫離他們國家這種 每個人都很貧窮的狀態 所以他根本缺乏了這個東西 當他缺乏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總不能每天過得很痛苦吧 所以我們人的心理 其實會自我反胃 你就會變得比較樂觀 滿足 其實我有這些東西 已經很快樂啦 其實我們每天都餓肚子 可是我們家人 每個人每天都聚在一起 我們跟我們家人生活在一起 我們有很多好朋友 雖然我們都沒有東西吃 東西也不好吃 可是很營養 這是美國人他們送來的 這東西雖然難吃 可是很營養 他營養都調配過的 對啊 他們會開始知足 開始滿足 所以他們的正向情緒 是比較多的 反過來 當你擁有觸動力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要去追求 更高的目標 更高的意義 這時候你就會因為追求不到 而產生挫折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的人生非常快樂 不幸福 對啊 那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是有錢人跟窮人 他們的幸福程度不一樣 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 是移民 你們覺得呢 移民的人比較快樂 還是待在原本國家的人 比較快樂 這跟這個很像喔 通常呢 移民的人 賺的錢都怎麼樣 比較多 通常啊 或者是我們這樣子比啦 移民過去 然後賺了很多錢 搬變得高成就的人 跟 留在自己國家 可是賺的比較少錢的人 誰比較快樂 我們發現喔 如果用這種正向情緒來講 留在自己國家的人 賺的比較少錢的人 比較快樂 搬出去 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人 他比較不快 為什麼 移到其他國家其實有很大的生活的壓力 文化的衝擊 語言也不通 他可能會受到種族的歧視 可是呢 他的這個 他的資源可能比較多 他能力可能比較多 他會去追求 比較多的成就 所以他可能賺到比較多錢 那反過來也是 我們在想說 那到底 誰會去移民嗎 因為我剛剛是說移民出去的人 會比較不快樂嘛 正向情緒比較少 啊 留在自己國家的人 比較快樂 反過來到底誰會移民呢 高成就的人 喔 高成就的人也有可能 有可能 再來 另外一種是怎麼講 如果講人格特質的話 不是講 他的成就的話 本身不快樂的人就會移民 因為他是台灣 待會兒不快樂嘛 喔 這個教育環境也不適應 政治環境也不適應 他覺得台灣真的太辣了 不快樂 他就移民出去 所以 不快樂的人才會移民啊 移民出去的人也比較不快樂 他比較樂天知足的 啊雖然台灣也很爛啊 不過呢 我也可以過得很快樂 他就會流下來 他不會產生要移民出去的動力嘛 喔 所以一個人快不快樂 跟兩個事情 很有關係啊 一個就是什麼 他的個性 他天生到底是樂觀的 還是悲觀的 他天生是比較容易滿足於 這種正向情緒的 滿足於他擁有的東西 而不是一直去看他沒有的東西 這種人 還是他其實天生就比較不快樂 比較不快樂的人 他自然就會想要去外面床一床嘛 就不想留在原地嘛 可是去外面床 又會讓他帶來更多的不快樂 可是他人生可能比較有成就 他回顧他一生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啊我人生其實比較有意義 比較有目標的嘛 所以 當我們在檢視一個人 快不快樂的時候 或他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很多情況下都是跟個性有關係 因為他的個性 所以他會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喔